好家伙因为一顿饭孙岳,差点就引狼入室 去赴宴,家宴 孙岳爷爷要请我上家里吃饭 这些年娶孙岳嘛 从来也没拿过东西 所以今天也不拿 主打一个轻装上阵 满载而归 事情的起因是孙岳邀请尚小菊来家里吃饭 尚小菊在车里就已经计划好了要满载而归 估计此时的尚小菊将孙老师的好宝贝都在脑子里过了一遍 路上还开心地唱起了小曲 但没想到磨高一尺倒高一丈 孙岳直接把地点改到了饭店 不对啊,不是家宴吗 怎么感觉不是饭店吗 估计是孙老师想起来某些不好的回忆 临时换了地方 至于为什么选择出来吃孙老师的一句话 倒出了缘由 小菊的满载而归梦也彻底破碎 爷爷咱们说好上家吃 怎么明明才又外套了 我想某天来饭馆吃 你拿个屋里面管 要知道孙岳的家底 就跟他本人一样富得流油 折扇、文丸、古董等等 可以说是应有尽有 而且都价值不菲 就连于谦老师都经常跟孙岳互相接文丸 孙岳估计也被上小菊顺怕了 看看上小菊曾经都干了什么 就知道孙岳为什么换地方了 老师父穿的大褂就有的时候非常漂亮 有什么刺绣啊 图案的配饰啊 但那个大褂很贵 我也想拥有 不得不说孙岳实在是太难了 不但过年得给月云蓬土地发红包 平时还要防着他们顺东西 毕竟家里可都是宝贝 别看孙岳虽然辈分大 但在上小菊他们心中 他就像慈母一样 别看小月月在台上见嗖嗖的模样 但在台下对于徒弟的教导 却是非常严厉 也正是月云蓬严厉的教导 才能有如此优秀的徒弟 如今几个徒弟也有了自己的舞台风格 小月月扮演岩父的角色 作为搭档孙岳 自然而然就担任起慈母的角色 也有可能是隔背亲原因 对于月云蓬的徒弟格外的宠爱 之前就在小园子演出八马挂 差点把自己绕进去 不得不说孙岳这个子母 做的是真到位 月云蓬在外打拼 孙岳还不忘照顾搭档的徒弟 请客吃饭 就是不知道会不会创作出什么样的新奇作品 让我们一起期待吧